夏政朗气的,直接将摆放在一旁的花瓶给狠狠地砸在地上 爸爸,要不我跟妈妈还是会去我们曾经住着的地方继续住下去吧 虽然,我很想拥有一个完整的家 但是,我不想要继续跟我姐姐像仇人一般相处下去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她争夺些什么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陪在父母的身边而已 成多,你不需要跟那畜生争夺些什么 本来我还看在妇女一场,等我死后给她点遗产 但是现在我一分钱也不会给她 这畜生,现在什么都没有就这般怠惰 要是以后有了一定的能力,还不折腾得我们生不如死啊 沈以辰将目光给落在了窗户外面 一辆黑色的麦巴赫竟然出现在了她的视线里面 然后在别墅门口,缓缓地停了下来 他们来了 柔柔,你就在房间里面休息,我们先出去 夏政朗说完之后,就往唐石柔的房间外面走去 躺在床上的唐石柔响了响,最终下床跟在了夏政朗他们身后 你在车子里面等我吧,我估计我在里面也待不了多长的时间,很快就出来了 没事,我陪着你,万一别墅里面的人欺负我老婆,我要保护我老婆才行 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夏浅西跟着薄叶白就进入了客厅 看到客厅里面坐着的夏政朗,唐玉妹,还有沈以辰三个人 而唐石柔也摇摇晃晃地从楼梯上面下来 唐石柔在见到夏浅西之后,原本还楚楚可怜的眼神里面 竟然出现了畏惧,迅速走到了夏政朗的身边坐下 你让我回来,有什么事情? 混诈东西,你看看你把你妹妹打成什么样子了 竟然还一副如此高傲的模样 我夏政朗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女儿 就在他气胆,想要将摆在大理石茶戟上面的烟灰缸 往夏浅西的身上砸去的时候 夏市长,以前你怎么欺负浅西我不管 但是现在,他是我的人 你这东西砸下去,你信不信今晚,怀城市长就要一出了 你是谁? 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 只是我的人,你们动态一下试试 今天我让你回来,是处理我们夏家的事情 你带着一个外人干什么? 你让我回来到底是要跟我说什么?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那我先走了 我今天让你回来,是有两件事情要你去做 柔柔是明星,以前你对柔柔做过什么事情 我可以既往不咎 但是今天的事情,你必须要跟柔柔道歉 让我道歉,可以 但是你们看了视频的内容了吗? 看了又怎么样? 柔柔是你的妹妹,她都跟我说了 如果你输了,她不可能让你下跪 只是跟你开玩笑 而你呢,大听广众之下 竟然做出这么丢脸的事情来 你没有良心吗? 我养你这么多年,就让你这么欺负妹妹 真是养不输的白眼狼 反正唐柔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我也没什么可解释的 我不可能向她道歉 你养我,我高中就开始兼职打工 大学之后,更是从来没有问你要过一分钱 夏镇朗啊夏镇朗 在要求我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好检讨检讨自己 到底有没有资格要求我 你,你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好了,你可以说第二件事情了 去把我书桌上面摆放着的文件袋拿下来 是,先生 不一会儿,等到保姆再次回来的时候 手中果然拿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 这是我让律师拟定好的遗嘱 如果哪一天我不在了 我的遗产全部给玉妹跟柔柔 你不能跟他们争夺财产 就你这一点遗产 我一点都不稀罕 你现在说不稀罕 谁知道以后会不会稀罕 还是签字立句吧 浅夕啊,你实在是让阿姨失望透顶了 苏兴走到桌子旁边 拿起笔来,打算签一下自己的名字 只是夏浅夕握住笔打算签字的时候 没想到博叶白的声音却响了起来 浅夕可以不要任何一份财产 但是必须要有附加条件 什么附加条件 协议一旦生效 以后夏家遇到什么问题都不得让浅夕帮助你们 她是我的女儿 我们夏家遇到问题不找她找谁 有好处就把我给推开 有坏处就找我 夏浅郎,你还要不要脸 如果今天不附加其他协议 我是不可能签字的 而且你既然说我是你的女儿 那么我理应也有继承权 爸爸,我们夏家以后还有我呢 不管出什么事情 我将会是夏家的顶梁柱 浅夕,以后夏家出了什么事情 我一个人处理就可以 不过,你答应我要退出国际服装大赛的决赛 唐诗柔说到一半 就看到夏浅夕将放在桌子上面的遗嘱 给撕成了稀巴烂 你干什么,你疯了吗夏浅夕 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住手 她紧张地直接从沙发上面起来 想要去将夏浅夕手中的遗嘱给抢回来 只是夏浅夕用力一推 唐诗柔重重地摔在了沙发上面 请接着,夏浅夕将撕碎的遗嘱往天上一扔 客厅里面竟然下起了漫天的纸片雨 我,我的家产,我 给你们点颜色,还想开染房呢 想要利用别人的时候 能不能用点脑子去想想别人会不会同意 让我放弃比赛 唐诗柔,谁给你的勇气说得出口啊 又得我家产又得冠军 需不需要让人撒尿咨询你 一个小三的女儿还真以为自己是公主 你看我怎么慢慢虐死你 夏浅夕说完,拿起桌上面泡好的茶 往唐诗柔的脸上泼去 好好清醒清醒,真是个傻子 我的天,夏浅夕你这个疯子 好疼啊,我的脸好疼 虽然口中骂着夏浅夕是疯子 但是她那又是惨叫,又是抓狂的表情 活脱脱就像是精神病院里面跑出来的重症患者 就连一直沉默不语的沈以辰都觉得唐诗柔狠 你个畜生,你应该不会是连我也想要破吧 你放心,我是不可能给你破茶的 毕竟,你可是我的父亲,对不对 遗产的事情,你们再好好想想 最好别想着占我任何的便宜 我又不是电视剧里那种 以德抱怨的苦情女主 我只会以牙还牙,牙字必报 夏浅夕走到门口的时候 脚下步子一顿,将目光落在了客厅里面 差点忘了,记得让家里面的佣人把我的房间给打扫出来 说不定我哪天心情不好,就回来住,虐你们也不一定 畜生,简直就是畜生 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面 而博也白,则开抽离开 我还以为你遇到这样的事情至少会难过一些 看来啊,是我低估了你的心理承受能力了 在我没有遇到你之前 这样的事情就发生过无数次了 以前的我总是心太软 所以让这些人越发地得寸矜持 但是现在我不愿意了 不错,比我想象当中好太多太多了 值得讲 难道你不会觉得我大逆不到,或者很多吗 除了离开我之外,这辈子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支持你,做我的女人,不需要善良 那万一全世界都反对我呢 我会站在你身边反对全世界 那老公大人,你这么疼我支持我的话 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请求 刚好遇上一个一分钟的红灯 男人便停下车子 什么请求 我不是报名参加的这一次抗红强行工作服的竞标吗 嗯 但是我对工作服的了解很少 我觉得作为一名服装设计师 不应该只停留在设计出漂亮的服装之上 还要知晓服装所带来的方便,作用 刚好这一次进城北区发生了洪水 现在很多军人还在那里保护着灾民 我打算 不行 可是我真的很想去 我必须要去实地考察 我才能有灵感还有想法 设计出适合这些英雄的工作服 太危险了 你需要什么资料 我可以让人给你搜集 你让人搜集的和我亲自去搜集的是不一样的 我是设计师 我必须要有灵感 才能够设计出让自己觉得完美的作品 那我陪你一起去 不行 你不能跟我一起去 太危险了 他可是SK集团的首席CEO 博家的长子 我必须要跳了 ấp Angst